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Bebe 今天我會做豉油黃煎雞翼 不用醃雞翼,雞翼都會很入味 很香口,很正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材料有8隻雞泉翼 已經切開,另外有兩片薑 再拍兩三粒蒜頭 少許蔥花或芫荽 先用白鑊煎雞翼 不用加油,皮向底 一隻隻排好 之後放四分一茶匙鹽 平均地灑上面 蓋蓋,用中大火煎2分鐘 2分鐘後,轉金黃色 就可以反轉煎另一面 放入蔥蒜 放入蔥蒜 煎 這個時候我們做個簡單的豉油汁 一湯半匙生抽 半茶匙糖 一茶匙老抽 兩湯匙清水 半茶匙半雲備用 放入雞翼 兩面都煎到金黃色之後 倒兩碗,蓋蓋蓋多煎2分鐘 有汗水,所以不用再加水 蓋蓋蓋煎會很快熟 我總共煎了3次2分鐘 即是6分鐘 用最大的雞翼 用筷子插入雞肉 拔出來 見沒有血水就表示熟 有血水的話,再煎多一會兒 雞翼煎好之後 將剛才調好的豉油汁倒入 保持中火 炒一炒 令雞翼吸收醬汁 當熟透 收乾醬汁之後 再煎一煎 會令雞翼更香 要快熟 不是會煮焦點豉油 最後灑上蔥花或者芫荽 再炒一炒 這個豉油黃煎雞翼就做好了 這個菜不醃都很入味 又帶少少焦香 好正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出一些簡單食譜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